萨尔顿海是美国加州墨西哥边境以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内陆湖泊 当地在5060年代曾经是繁荣的度假圣地 但水污染和数十年的干旱导致曾经富饶的生态系彻底崩坏 周边社区沦危鬼城 但这一片死水之下却蕴藏着丰富的锂矿 锂市驱动电动车和手机电池的关键原料 被誉为电动车的白金 价格近年来屡创新高 加州能源委员会估计 萨尔顿海有足够的锂来满足美国未来所有的锂需求 和全球40%的需求 提炼当地理矿的关键 就是从塞尔顿海涌出的超高温地热盐水 目前塞尔顿海周边已经有11座地热发电厂 抽取这些地热水来发电 这些发电厂如今希望从同样的盐水提炼出锂金属 而比起传统上提炼锂采用露天采矿或蒸发池 需要大面积的土地或大量水资源 同时造成大量污染 从盐水提炼锂金属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 目前已经有三家公司正在发展提炼技术 有望同时提供干净的地热能源和锂电池原料 美国通用汽车也已经承诺从当地采购锂金属 这个新产业也渴望重振当地社区 当地民众希望离产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同时让更多人重视当地严重的环境问题 能否大规模从盐水提炼锂金属 目前还在测试当中 一旦成功死期沉沉的萨尔顿海 就有望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白金重振 欢迎新闻刘敏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